都嗨起來了 玉琳 呃 長官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玉琳 非常周到 導演也要來一下 你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導演的那種 非常歡迎四位還有導演 其實這一個月 說起來沒有感覺到 有這麼久耶 快樂的時光過得都很快那樣嗎 劇組的氣氛蠻開心的 然後大家就很像一家人 然後每天生活都很規律 非常專心在劇組生活 跟拍戲的那個氛圍裡面 很單純很簡單 那光翰呢有沒有什麼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其實你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揣摩兩個角色 所以有沒有在分身之魚 有沒有想到說 其實大家的相處 有沒有什麼發生特別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我很開心 這絕對是我拍過的最開心的部分 就是目前 目前 因為我覺得 演員們互相間的狀態和彼此 不管是在開戲的時候 或者是私底下都會互相照顧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我也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蠻感謝三鳳製作 就是很著我 趕著我 趕著我 趕著你啊 對 然後我也會用很感恩的心去完成接下來的拍攝 柏妤咧 我的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前一陣子我們拍一場雨戲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場雨戲 我都獻給 夏雨的那個雨戲 對 我人生第一次都獻給三鳳啊 對 哦 所以你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一部影集 會勾出你們很多的第一次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應該也會有很多的第一次 會在翔劍年當中發生 那玉琳咧 印象深刻的話 應該是 食物 食物 對 因為 我們 平常放飯的時候 會有 吐吐雞 烏燒意麵 對啊 吃怎麼好 就是跟在台北拍片的時候 是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次是回到我的家鄉嘛 所以那些東西都有人說 特別有感覺 可以講名字吧 可以 可以 講的是黃雨萱 然後因為她 男友離開她了 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然後因為她非常的想念 以及對她的愛 這樣一個動力 然後在一個契機下 她穿越到了1998年的台南 所以你也是藝人分飾 剛好有提到藝人分飾兩角 而且你也要靈魂傳越對不對 對 那光漢呢 我也可以講名字 可以 可以 又可以講名字 其實我也算是藝人分飾兩角 我是飾演李子維跟王全勝 然後王全勝就是他的 他就是離開我的男友 離開他的男友 我們雖然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可是你怎麼捨得離開這麼美的女友呢 呃 她還是不喜歡我的穿衣風格吧 然後李子維的話 就是高中實習的三個人 我覺得兩個個性比較都不太一樣 這對你來說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第一次接演兩個角色 一次分飾兩個角色 我相信這個所有的觀眾也會看得非常的過癮 柏宇咧 我飾演的叫莫俊傑是1998年的學生 然後 我們三個的高中律師 我跟子維是好麻吉 然後 我非常喜歡那個韻如 韻如就是我 對 所以高中生的角色 所以高中生的角色 新時生活中也非常欣賞 這是夠白嗎 謝先生會 對於前輩的心想 誰是前輩 你真的很敢欸 所以在戲中你是對他有深深的愛慕 對 單純的高中生的那種熟練的喜歡 我們也沒有想多啊 好 好 那玉琳咧 我是光翰跟柏宇的同班同學 然後 也是三年二班的班長 喔 也是糾察隊隊長 這是好學生是不是 好多職務欸 對對對 學號三五一二三四 這是真的嗎 真的 三五一二三四 三五一二三四 你知道那個在牢裡面也都叫編號 我還是叫你玉琳好了 好 所以你是這個好學生代表 好學生代表 好學生 欸有像嗎 有喔 好像還蠻符合那個劇中的形象 對不對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來這個講看看服裝好了 你們今天是特地從台南上來 而且今天服裝的打扮聽說有符合影集的精神 對不對 嘉燕 這 就是看也知道我是被排擠的 你往前 你往前站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最亮就是你了 但是我要先講就是 今天明明有講好 大家要復古閃亮 喔 所以 喔 轉一圈 轉一圈 這很像那個舞池當中的那顆球 在哪裡給大家看看 我穿老八褲欸 然後轉過來 所以他八褲算是復古精神之一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玉琳 今天真的有做到復古 喔 有沒有 你是喇叭嘴 我覺得 來你們兩位往前一步 這個你們 那個嘉燕跟玉琳 你們先往前一步 這個花襯衫配上傘 他們比較符合今天的CP精神 給點掌聲吧 那不好意思 好 嗯 我的身 side 他很像 一 で